品觀點朋友圈我們又見面了 這禮拜我們要來看看 民調的變化 其實呢 每禮拜看起來都一點點一點點 但是這個一點點 就是品觀點 你看品觀點三個口 就是這樣 一點點一點點堆積起來 就看到一個軌跡 選舉就看這禮拜 不過每天在口水戰 你看到你也押忍對不對 來這禮拜我告訴你 這是最新的 蔡總統對韓國瑜呢 39.8跟28.3 哇差11.5 有沒有看到那個開口越來越大 然後呢 郭台銘 一看 差6.6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是不是郭台銘出來選比較好 嗯 不見得 我告訴你 在這裡 蔡總統雖然對戰各種組合 對郭台銘也好 對韓國瑜也好 對郭柯王也好 對什麼也好 都贏 但是郭柯王結盟 郭柯王這什麼的 會分掉蔡總統 17.9 分掉韓國瑜 11.9 所以呢 蔡總統跟韓國瑜 他們兩個差距 會到6.2% 看起來說 好像郭柯王和 對韓市長他有利 對不對 是有利 但是 可不可以足以讓韓國瑜制勝 或者是郭柯王乾脆就自己贏 我看這個很難 為什麼 因為有幾個數字 來給你看 這裡面有所謂的 非蔡不投 非韓不投 還有 非郭不投 看一下 非蔡不投的有26.1% 非韓不投的有21.4% 非郭不投的19.2% 其實這都一百一百 也就是說 他們各自擁有三個三筒 都朝20%上下 叮叮咚喭咚 叮咚喅 那這表示什麼 表示我現在即使想要把韓國瑜換掉 我要得罪那20% 20幾%的人 然後如果沒有把郭台銘 曼過來 韓導 韓總 韓市長 韓總統 候選人 你要贏 也是很困難 所以回頭來看 這幾天 人家就说 郭柯王 你到底是破坏王 还是真正的称王 到底谁会自罢 所以这三个人 为什么人家说 其实他们也在算 我真的我加了谁 大家就在想 王金平就感觉到 自己好像被边缘化 他没有那个年阶纪 难保素质的感觉 所以他就说 他说什么 他们两位 他也没有说两位 他说 大家对于两党都很不耐烦 所以我们要把第三势力 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联盟 这就是王金平从来的角色 一个很厉害 所以大家要求我 要成立一个大联盟 这是王金平从头到尾 就是想要走的路线 这样他才会有存在的价值 对不对 再来 我告诉你 那郭柯王 他们三个人加起来 合在一起 真的我刚刚讲的 一个会分掉蔡总统17.9 一个分掉韩国瑜11.9 让蔡总统跟韩国瑜的差距 到6.2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带着一个希望 如果长此一往下去 那么韩国瑜这一方面 是不是成功 那我如果逼近逼近逼近 那我就也让郭柯王他们成举 这也是一种循环 让郭柯王成举 然后呢 我就可以再多一点 真的有办法吗 你记得我刚刚讲 他们三个都的时候 非韩不投 非郭不投 非菜不投 都二十几% 你数学算一算你就知道 这个6.2是一个南宇跨业的鸿沟 所以咯 现在开始 吴敦义就来一个熊抱 马上跑到高雄去跟韩国瑜的见面 在台上公开两个大男人拥抱 表示我不会换鱼啦 我不会换鱼 另外呢 这个郭木寮 也开始有些小消息出来 说什么 我们有公斗啊什么的 他也要保持一个升量 因为高月16号 中秋节过了 那后就真的要开始见真章 到底要连速没连速 大家都想说 我有没有角色 前一阵子呢 这个清明档也想说 嗯 本来我们是想说呢 让这个柯文哲能够进来 我们要提名他 结果有人去阻挡了 那郭台铭也会想说 你去阻挡 你去阻挡对我来讲是加分还是减分 观众朋友 你会记得 上星期我们有讲哦 当郭跟柯 两边的选民支持者 一拨一拨 郭台铭出来算 柯文哲有一拨 会去导演 柯文哲出来算 郭台铭有一拨 会去导演 那你两个人就加起来都不好 是不是 没有互相帮助 到底谁求谁 一拜一拜 所以我看啊 我大胆预测 我黄埔仁说 这个郭柯王 绝对是破局 所以人家说 那这样看起来 总统这个层次会破局 不然这样啦 立法院又放话啦 他说不然这样啦 郭台铭你来做 立法院的龙头老大 这个意思就是要把 黄金平撇开了 黄金平就说 双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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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台铭就说 我们才不要这么 龌龊的政治交易 我从来都是看远的 不是看这种迎头小利 叫我去做立法院的总统 我说我坦白了 以郭台铭的实力 法罪兼当及个立委 叫过来 能不能驱动他们 绝对有点多 他要那个龙头老大干什么 一天半年转饭 还要开火 算预算 有可能吗 拿这种话来讲 这绝对是没有 政治特殊 所以我来大胆预测 郭柯王这三个 还没欲 但是某种程度 大家都需要什么 我们一直在说 总统台算对不对 其实呢 大家都在想 立法委员的选举 才是真正能够呢 另外一个半壁江山 看起来这三个 这两个大党呢 都可能没有办法过班 所以第三势力 台铭党人家的叙事待罚 这是柯文哲现在他的本权 他说他要提好提满 全台湾国帝 他要提两倍的人数 要来攻城掠地 所以他需要银弹 需要参技 看起来他的空气票 他的磕粉一直在往下加 他也没有可能不用银弹 用空气弹呢 不带弹 真的吗 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要遮左眼 对不对 所以我大胆预测 郭柯王这三个 大概不太可能在 总统选举的层次上面 合在一起 大家一定勉强 一个松散的 一个联盟 这样到底 所以这个算不算大联盟 是小联盟 还是A2联盟 还是A3联盟 大联盟很赞 都坐噴射机 到各个城市去比赛 那如果小联盟呢 不好意思 自己鼓励 塞车 去驟汽车旅馆来比赛 你知道的意思吗 郭柯王这三个 9月16号 过完中秋节 吃月饼 打开来里面有没有纸条 8月15杀打纸 品观点 我们继续来问一下